實在氣不過 家住雲林的蘇先生 拿出二十一年前還款證明 同批這家銀行太離譜 竟然追討民國八十九年 早就清償的一百多萬債務 而且還在去年 向法院申請查封他的股票 以及土地 還得翻響倒櫃 找出這張二十一年前的還款收據 網友通批銀行太誇張 如果收條丟掉 就得吞掉這批款項 根本是合法討債的恐怖銀行 做到連街道都不敢做了事 有一點問題 銀行也已經跟這個債務人致切 會請第一銀行 針對這個案子的疏失 讓他提出相關的檢討報告 銀行的有沒有相關的內控的疏失 那會不會有懲處的部分 我們看了解的結果吧 投比債務調兩次銀行被狂 雖然是合法詐騙集團 金管會卻是狀況外 連懲處都詭答不出來 難怪銀行只想道歉了事 就怕內控出問題的不止這家銀行 綜合報導